大家好,欢迎回到每周一股的环节铛 我新闻的嘉宾,在要财政券研究部的经理,正要辉,Stanley Stanley,你好 Stanley,又来到星期二,又和大家推介股份 推介股份之前,和大家回顾上星期的推介 上星期来说,和大家推介一只方旺股 中远国际编号354这只股份,表现信息一点 市来说,升回400点上去 但是股份表现跌了一毫半,跌超过6% 表现好像预备一点 预备一点?又看你怎样看 不如且确,论过蝙蝠上来说 或者说一个星期的恒指走势上来说 这只股份真的差一点 但也可以这么说,在这星期的时间里面 都有比较多的消息 挺有趣的 先说回今天,你的市场 叫跑赢,跑赢我,跑赢你的指数 去前途上,今天升得多 都要买一买,今天市场比较不错 但以上星期来说 公司本身没有什么消息 但是无奈就是说 大家回想之前公司急升上来那一刻的时间 是有什么消息呢? 就是因为大家炒241 炒中信21世纪 有机会给阿里巴巴买殼 大家觉得是这么大憧憬 所以令到241的股价 回到之前的时间,急升 这个354,你也可以说是 在慢车边的关系之下 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问题是说 在这段时间 阿里巴巴也说明 就是说 不会借241的货上市 最多可能是在之后的时间 可能有些搞错 但你见到241的股价 即时,在上星期的时间 有一个很大的跌幅 所以变相之下 你也可以说是拖累 354的表现 但如果你严格上看公司 上星期的变幅 其实也挺大的 你看一下 下一章片 看上星期的时间 即是星期来的时间 你见到 中央国际的波动区间 由2.17至2.46 基本上都有1成以上的波幅 你也可以反映这些消息 都导致公司的股价有一个 比较大的波动 所以严格上 现在这一刻 我认为买入价 现在这一刻 买了的 和买入价 打个和 如果假设 依据投资部署 现在这一刻 都是打个和 但这只股份 正如之前不断强调的 公司本身有自家品牌的软件 而且都可以说是挺出名的 再加上 内地方面 你可以扶持一些自家品牌的公司 所以初步看公司 都会受惠这些因素 所以中长线来看 我自己觉得这间公司的前景 都叫做良厉 而且股价上面也不算很贵 所以根据现在的买卖策略来看 2.3元 买到货的 握住 上面的话 以3元 一个比较贪心的目标价 而下面以2元做止蝕位 谢谢 2.7元 上星期的波幅最低点 就是暂时还未宿及止蝕位 上星期推介了科网股 最近来说 大家都说炒股不炒市 科网股强势 很多股份 有移动 cd的时候 股份比较强势 会否继续有科网股和大家推介 这一只都算是 而且这一只都可以说是翻推的 因为基本上 我自己觉得又不是差的 其实这间公司上星期的股价 都挺波动的 但严格上我会觉得 又可以 而且我回看 都不是很久之前推过的 只不过觉得 就似乎公司 出了一个新的业绩 我觉得我收货 所以再推一次 好 今次Stanley 就和大家推介 新二网8008 心水清的朋友都知道 Stanley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曾经推介过 这只股份来说 最近股价表现做得不错 你都说比较波动 跟大家说一下 最近的股价波动 纯粹先说一下 近日来说 升得不错 还有如果当时买了货 假设你没有指示到 回报都算是不差 特别是在近这几段时间 你看图都知道 那支大阳烛 大概在一月中的时间 你见它升了上来 那天升了什么呢 基本上都只是炒概念 你问我的话 因为那天 適逢期会 就似乎都在Ton.com 炒了上来 所以你可以说 其实这一段时间 它的股价急升了上来的原因 某程度上 就是受到这一段时间 科网熱潮的带动 因为怎样都好 如果你看我上次介绍公司的 一些基本资料 这一只 你怎样慢斜变都好 它都是一只 不折不扣的科技的 網絡股 也叫做 另外也是因为 本身公司 都有些比较多的概念 好像你说 近日经常说的 一些云概念 一些数据中心的概念 公司都有份 另外也是 刚刚开头的时间讲到 公司出的业绩 其实我是收货的 我觉得是不错的 所以这些因素 在衷敬之下 来到公司的股价在过去 教授之前的一段时间 即是在这个月 在初一段时间 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是的 我看到股价表现来说 就冲了上去 最主要都是受到科技熱所带动 其实刚才提到 最近都说炒股不炒市 这类型的股份 比大市所强 刚才提到 深水星的朋友都知道你 去年十月份推介过 但去年十月推介过的时候 似乎股价表现 就不是那么理想 当时就是 当时你可以说 股价就不是很移动 甚至乎 刚才我跟大家说 如果没有止蝕到的话 就不错 因为我当时设计指示位 是2.1 但它这一转 最低的时间是多少 2.04 所以如果严格上 根据这个策略 其实应该是止蝕了 但是只不过 那些幸运地 那几天 可能你不是在香港 可能没看到股价的话 没有止蝕到的话 就恭喜了 因为股价 曾经最高的时间 去过多少 2.9 基本上 跟目标价 3.5元 相尾的话 都不相差太远 而且现价来说 基本上都有多是赚的 所以如果根据这个策略的部署 其实都可以说 都不觉不失 都算是这样 是的 我看到了 表现来说 其实有时都非战之序 有时有些消息突如期内 触及止蝕位 然后再打上去 股价表现做得相当之好 的时候 有些事情都很难预计 其实这一只股份 都可以轻轻来来说 就是太平洋网络 5.4.3 其实之前也是 之前那段时间也是不会移动的 但是股价 大家家庭观众 如果近过5.4.3就看一看 近日升了很多 所以你可以说 这些科技股 虽然有一段时间 可能真的不移动 但放长一点的话 可能会令你有些惊喜 对科技股 某些策略来说 可以这样做 不如跟大家说 之前你推介过 也看到近日股价这么移动的原因 可能有些观众 可能有些观众 不如跟大家说 新业网到底做什么业务 除了数据中心 互联网 真正服务 还主要做什么业务 老实说 公司就是做数据中心为主 所以在营干祸上 这些是公司的网站 公司本身 有什么业务正在做 当然第一项 就是提供数据中心 和设施的管理 这个你可以说是公司来说 公司本身 一个比较上是主要的业务 基本上公司 可能是七八成业务 都是做这方面的业务为主 另外也会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务 另外也会帮一些公司 做一些铺设计电纜 一些保安系统的工作 另外一些商场的无线上网系统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本身有这么多商场 所以面相之下 这个范围 假设公司是没有公司 就是这个身底 如果假设身底 要做一些商场的无线上网系统 都一定会帮助Sunny Vision 所以面相之下 这些生意的占比 其实不算太多 但问题就是比较稳定 当然公司主打的 正如刚才所说 都是做一些数据中心 和设施管理为主 所以简单来想 假设中心越来越多的时间 公司的收费就越来越有保证 是的 因为其实武企方面 新地都拿着新移网 八成多的股权在手 对 没错 所以生意来说 一定比较稳定 另外刚才Stanley说到 近期股价这么移动 也说为何会再推出股价 原因是因为看到它的业绩对板 不如跟大家说说 最近的业绩 为什么你觉得比较对板 严格上公司的发展是很有趣的 你不要期望它 就像一些个别的科网股 可能有一个叫几何式的爆升 公司就没有 公司这一种 你可以说是比较闷一点 就是闷冷一点 但问题就是 有两成以上的增长 就不难的 而公司之前公布了 一个截至到十月底子 一个半年的业绩的话 这件事都见得到 本身你见到公司的收益方面 增长了 一成二所紧 无理都涨了 这个同样就是公司本身 可能在消费成本上 控制得比较好有关 控制成本有关 比较好有关 另外好像看回其他小行 例如消失的费用 甚至行政费用 甚至行政费用 升了一点 但消失费用的跌幅相对比较多 但如何说得好 拉雲来说 公司在上年的上半年 其实顺利方面 都有个不错的表现 都升大到两成多 事实上 看下一张的风格 大家见到 这是上年上半年的情况 如果推敲公司 之前五年的表现 其实挺有趣的 你看到这五年的时间 公司在109年的时间 到10年的时间 增长比较大 这个跟当时的时间 公司有一些一次性的收益 以及一些公安制的变动有关 但如果你撇除这些事项 你会见到 公司本身的每一年的增长 其实是挺稳定的 还有你可以说增长 虽然 驚喜也真的不太大 如果你这样 当然我没有算到百分比出来 但你这样看下去 你会见到 大概是过去这五年的时间 都维持大概一成至两成多的增长 也可以反映一下 公司的业务本身 你可以说是十分稳定的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方面其实也不难解释 如果你是以我之前推介过的 好像说 就是亚太卫星 甚至乎 再拉近一些 好像一些我们叫做收租股为例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只要你一个商场 或者有一粒卫星 只要有这粒东西之后 你要租给别人 即里面的频道和网络 都租给别人 只要越多人租的话 只要你的市场率越高的话 基本上你的生意就越大 其实你说这些数据中心的道理 差不多 只要你有那么多数据中心的基站 你越多的话 如果你越多人租 变相就是说 你的收入会越来越多 所以有关键就是 如果你公司回到之后的时间 你越来越多这些基站的话 变相对它的帮助都是大的 嗯 我见到来说 暂时五年的业务比较稳定 也见到各项业务发展的情况 刚才提到 主要公司来说 是做一些数据中心的业务 是 我见到2013年和2012年的比较来说 增幅做得相当不错 升了一成半 也见到收入来说 佔总体收入八成以上 看来其实中司 之前发布这份业绩的时候 都说到 其实是因为最主要数据中心的 增长理想 才来到今次的业绩做得比较帅 其实是 所以刚刚我不断强调就是 只要你数据中心的部分 觉得好的话 其实你公司的前景 就真的不会太差 还有这份的 这个是收益的 叫做一些小行的分析 严格上你见到的了 数据中心在近两年半年的业绩上 你见到增长虽然又不算太快 一成多一成半 但你见到的百分比方面 都是高的 如果以现在的数据来比较的话 大概是数据中心 就是数据中心 这些业务 占比是八成了 这个你可以说在过去一段时间 长期都维持着这个 你看近五年的时间 都会维持这个比例 我都相信你会说在 之后的时间 这个比例 可能未必会升得太大 但都会维持现入这个水平 而另外一些 比如说 SMA TV CBD 铺设计电纜 保安系统 这些 那个占比比较稳定 这个刚刚都说到的了 就是因为本身公司这些业务 很多时候都可能配合 没有公司的一些商场 一些可能是一些的住宅 这方面有关 所以变相之下 这个业务 虽然占比不多 但相比之下 都比较稳定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而另外 持有物业 其实公司本身 都持有一些的物业 例如一些 那间的草害中心 本身是一些 自己持有的物业 所以变相之下 都会带来一些 比较稳定的租金 因为可能有些地方 你都用不完 要再租给人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都有一个 叫做物业的收入 这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严格上 其实公司所做的事 你可以说它的收入方面 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增长 现在这一刻 其实未必有的 现在先买一碗 先说到一个 可能是回家之后的时间 它有一个比较上 是很大的增长 但现在这一刻 你可以说业务本身 比较稳定的 另外 我们也看到 如果以现在的大数据来说 公司增长也不算特别多 但正如刚才说 公司这些业务 只要不去多一个 我叫Data Center 智智而言 它的增长就会比较快 是 公司前景来说 比较稳定 似乎所有业务来说 增长的情况 其实都在预期之内 大家都一直看到 但是刚才说 如果有多数据中心的时候 可能对公司的业务前景 可能发展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都知道之前Google 推出了香港的数据中心市场 没错 所以新以往 用一个比较低价价 投得将军浩新的数据中心地区 是的 这个也稍后再详细去说 先说现在这一刻 全球的Data Center 这个市场的情况 很有趣的 我上网上看过一些 不同的大型公司 一些最新的部署 事实上 如果以IDC 一个比较上全球方面 一个关于电子科技 一个研究的权威公司 他之前也有个分析 他预计就是 云端这方面的开支 就会在2014年 即2014年里面 是十大科技潮流之一 即是意味着什么呢 云端这一刻 大家也不会太陌生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用手机 整天都说有个 好像苹果的iCloud 这些概念 其实事实上 有些叫云端的技术 就是一些东西 你可以放在一个地方里面 亦都可以用不同的终端 可能比如说 iPad iPhone 拿一些东西来 以及即时同步 这些你可以说 其实加重了 或者加快了 就是说一些 叫做数据中心的需求 而这个IBM本身 在今年初的时间 其实IBM是很厉害的 IBM是预计在今年里面 就会用12亿的美金 这个数据都很大 12亿的美金 就为全球兴建15个数据中心 其实严格上 这15个地方 全球的意思就是说 除了难不及 就是基本上全球 它都会弄这些Data Center 反映了 其实这些Data Center本身 在之后的发展 或者甚至乎 那些需求两方面 真的会越来越大 因为很简单 其实当你的数据 越来越多的时间 甚至乎 你说可能曾几何时 一部电影 可能是几百米的东西 但现在Bull Ray那些 是几十几几键的东西 已经不同了 所以变化之下 全球对于这些数据中心 即做储存 和云端的技术 越来越发展得比较快的时间 对于Data Center的需求 都是越来越大的 现在相关数据中心的概念 或者云储存概念 其实已经是市场 の足手可业的投资题材 没错 接近相关的 那就比较有点炒作 刚才提到数据中心方面的业务 就说投得一块新的将冠奥地皮 现在现时持有的 有些是自己持有的 有些是没有公司租的 根本上就一定做到的 而且地皮方面对它来说 都没有租金的压力 其实是的 但前提是公司要够资金 这个稍后会再讲 但先看公司现在这一刻 就是手楼上有的东西 严格上公司现在有四个数据中心 基本上位置都是柴湾、沙田、荃湾 中环都有的 你看到其实都在个别的地区 都可能紧紧往区为主 而另外本身在上年 就是上半年的时间 公司的业职 为何都做得比较好呢 最主要就是公司 其实是扩建了沙田的数据中心 和提升了柴湾这方面的 数据中心一些设施 所以正如刚才所说 假设你如果那个地方 是大了的时间 而且加上你本身的市场率 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话 其实你的生意是会越做越多 基本上你的收入方面 就会越做越大 你可以说现在这一刻 新亿网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另外 好像Likol所说 其实有些物业 要么就没有公司持有 要么自己持有 这方面又很有话 好的地方就是 因为本身如果你有一个地方 变相就是试到租金的压力 是 等于如果那个地方 不是你自己的话 你放了很多机站在那裡 如果你是假设 突然间人家加你租的话 你是大事 就是你的Data Center 你要搬 不是搬一部伺服器 是搬数以万计的伺服器之余 还要找地方放置 中间的级续就不能断 这些其实是很麻烦的 但如果假设 那个地方 是你自己 又或者是没有公司的话 这个问题 就似乎有没有那么大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公司这个 对它来说是优势 另外 如果以公司 就是之前公布的 一个数字 公司现在的Data Center 出租率 大概是8成8 当然未至于100% 但你可以说 现在有8成半以上的话 都算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当然 你说现在这一刻 都仍有些提升的空间 但只不过 对于提升空间里面来说 就不单单是 要加大那个Data Center 甚至乎 就像刚才说 买个座 不过这个会再说到 但现在说回 公司本身 现在现有Data Center 都已经有多种认证 因为这些Data Center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管理是要好 而且经常说 你那些是安全 其实很重要 而公司本身 你都可以说 已经得到这些认证 所以变相之下 对公司来说 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卖点 刚才看到了 公司来说 发展的话 要看手头的现金 够不够充足 资金够不够多 其实看过去几年 它派息都相当慷慨 大家都知道 它有家没有负债的公司 加上手头的现金 非常充裕 其实也是 是的 不过刚才有个点 还没有说到 其实公司本身 就买了中文路那块地 是 这也可以再轻轻提提 因为事实上 其实公司之前 这也可以一起说 因为公司之前 大家都知道 买了中文路那块地 因为Google就退出了 所以你说 你也可以说 这个新义网 就是冷手走过热箭堆 用了一个比较上 大家觉得 是比较便宜的价 就买了 但是价格本身 那个作代价 四一几 听上去好像 不知道多还是少 你看到银码上 可能比较多 但是新义网 有一个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它钱多 其实这件事 就不关他现在这一刻的事 其实在事源 因为公司当年 当年 就是上市的时间 正值 科网业 所以公司那时候 你可以说 是用10个 好像10.368的价钱 是超股 但是 当然现在这一刻 对了两个多 但是问题就是 当年集资的时间 今晚是很多 我记得好像是三四十亿 所以 当然你说 如果以现在来说的话 当然是一个比较上 几惨痛的经历 但问题是 公司也是因为有这些钱 所以 就可以慢慢做 做到现在这一刻 都开始真的 这个业务 开始不断走入正轨 以前很有趣的 以前公司 靠什么维生 你可以说是靠利息收入 还有靠一些定息产品 拿回息 大家就不需要靠这一件事 好像你这次为例 因为公司的钱多 所以公司 你说投这个 章根路这块地 基本上自己可以给完 上次我推介的时间 公司的现金 大概是有十一二亿左右 现在这一刻 又回到五亿多 你可以说 因为公司的土地 那次买章根路那块地 一次个给完 你可以说它慷慨 但也可以反映 只是说 公司的财务状况 其实是很不错的 所以变相之下 现在这一刻 公司的借余大概有五亿多元 另外如果你看公司本身 有没有任何银行的负债 这也是一个好事 即是反映公司本身的财务状况 比较稳健 另外看公司近这几年 派出的记录 其实也是不差的 当然你说如果以以前的时间 即2009年的时间 当时是成十二厘了 但又没忘记 当时它的股价是五亿多元 因为其实你说 以科网潮打后的时间 其实公司的股价的表现 都是很浮沉的 即你可以说 都做得不太理想 其实近这几年的时间 公司的股价 才开始有一个 比较上是不错的表现 特别就是说 在2011年的时间 公司曾经派过红股 所以在2011年之后 其实它的息路方面 你可以说是轻微有一个 就是跌下去 其实你说以2013年来说 它的息就不算是好的 四这几 当然你可以说 跟以前比较跌了一点 但是四这几的话 以科技股来说 其实都算不错 但是当然 股价的增幅 是大大远超过 息率的增长 所以你可以说 公司本身 其实这些情况 都可以说是卖点来的 是的 我记得过去几年来说 那个派息比率 都超过七成 我看到2012年和2013年 那个派息比率都超过七成 除了2010年的派息比率 超过九成之后 我看到派息比率好像做得不错 但是公司 要不要拿回现金 还是会不会减派息 来做多些动作 想在数据中心方面 发展好一点 这个都可以说是必然的事 因为你可以为 现在这一刻 公司之前双美的话 现金的水平是跌了的 但是如果假设在之后的时间 当这个数据中心 真是落成了 开始有更多的 叫做Data Center 可以提供服务的话 我相信公司的业绩 那个业务发展 将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这方面应该是有一些 叫做比较上 正面一点的信号 但是在现阶段来说的话 派息的水平 可能会有机会调整一下 但是这个是以往的 以往的Trackle 其实派息比例来说 其实是不差的 假设公司 如果有一个 比较强劲的现金流的话 我都相信公司 本身的派息比率 应该有望 维持六成半以上的水平 好 谢谢 大家一直讲新移网 大家都知道大股东 就是新地 之前一直憧憬转版的时候 大家都说有转版冲景 亦都市传出来 之前申请转版 唯一不肯签纸项头的 就是葛炳商 现在他就离开了新移网 就辞任了非执行董事 有没有憧憬是否可以转版 一定有 因为严格上 你说以公司的业务发展 以至盈利的表现的话 公司又真的不差 还有你可以说 创业版公司 一间公司 都可以赚半年 赚二亿多 你估计都不是小事 都比较多转版公司 所以基本上 公司依然有一个叫做转版的概念 但无奈又真的似乎 之前的时间 因为家族的糾纷 令到这间公司 似乎都还是 只可以是 是称霸于 这个叫做创业版 的创业版 就不可以上转版 所以这是一个冲景 我都觉得 如果假设当时 能够转版的话 对于它的价值本身 更加能够体现 因为事实上 很多的基金 现在这一刻 很多传统的基金 其实它是不能投资创业版的股份 这个对于公司来说 其实是一件 比较上又是 不是那么好的事 因为公司现在这一刻 其实规模 都真的不是小 它的市值也转得比较大 但无论 你可以说一天不可以转版的话 都比较难得到 基金价的垂清 所以变相之下 如果公司能够真的转版的话 对公司的前因来算 都是有正面帮助的 好 大家也有充惧着 转版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但是一开始已经说到 科网股最近炒了上来 炒了这么多 最近股份全部都要高追 这只是不是都要高追 这只 其实我的推介价 买入价都差不多高追 但是 你可以说 这是一个风险 因为公司本身 不经不觉 都有年初 如果年初算 不是上年算 年初至今 升了两成 过多月 过多月 其实你可以说 又是不觉不觉的 就是 你想想一只股份 创业版股份 大家又可能不是很遗疑 但是公司的业务本身 又真的不是差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公司本身是一只 我觉得 都是一只 沧海为主 都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只不过 短期的时间 都升得比较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叫做投资的风险 另外也是 因为本身 投资者本身 对于创业版 都是很有戒心 甚至乎你可以说 对于这只股份 生意网 我都觉得是有点戒心 因为始终大家都 可能依然比较上 对过去 就是过去2000年的时间 这个叫做科网的爆煲潮 都有点而有余悔 特别是可能 比较上是 就是 古龄 比较耐的投资者 对这些股份 一定是有点戒心 所以变相之下 都令到大家 可能都 不太敢 就是买这只股份 另外也是 其实本身 你可以说 正如刚才Nicott 也说得对的 因为公司在过去的时间 的常务状况 真的很强劲 但是自从 买完这个 叫做张恩乐 这一块地之后 公司之后 都会有很多 资本性的开支 要做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公司 在回家之后的时间 拍摄比率 是有机会 有些调整的 所以这些因素 我觉得 对于公司之后的表现 都可能会有些影响 但是 怎样都好 其实正如刚才所说的 你的数据中心 这个业务 都等于收租的概念 假设公司 越来越多 这些数据中心 可以提供服务 变相的收入方面 其实是会增加的 当然 折舊 都会大了 但是如果 你以公司 过去的 记录来看的话 公司在控制成本方面 都不算差 所以变相之下 我也觉得 如果公司 假设时日 公司将来到 这个数据中心 开始投入服务 公司的增长 其实是可以预见到的 好 谢谢 刚才开手提到 要高追 到底今天来说股价 稍微有些回吐 逆市来说 跌了一些下去 有多少钱入口 其实你可以说 有个因素 没有说到的 什么因素呢 它的图也不是差的 就是走势图 如果你是以一个技术上来看的话 都不算差的 所以你说以二个马亚价来说 都不妨 进取一些 那两个鹿是什么水平呢 其实两个鹿 就是现在这一刻 十天线的水平 就是假设 如果这一刻 都不跌穿的话 我都相信 它走势 是会不断走强的 还有其实 现在这一刻来说 它的股值 又不是至于 很贵的 很离谱的 虽然上市下这个股份 我都建议一下 两个鹿以下 可以买货的 最好的 最好的 如果假设 它有机会 可能到两个鹿半这些位置 才是理想的 但我觉得 两个鹿都可以考虑一下 而一个比较中长线的目标价 暂时这一刻 可以看着三鹿半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跟上次比较的话 进取了 上市是三鹿一鹿半 现在这一刻 是更高一点 但这可能是一个 比较中长线的部署 只要它不穿两个鹿半的话 问题都不大 谢谢Stanley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回 刚才所提及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回来就是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有任何股票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804-6566 回来见